肝癌 肝癌有些病人會發生破裂的狀況 那破裂以後當然會大出血 但是I細胞也隨著血液流到腹腔的每一個角落 那麼肝癌破裂如果能夠止血的話 病人穩定以後 那麼經過再評估 有一些病人可以手術來切除肝癌 但是對於這種I細胞跑到肚子裡面其他地方沉澱下來 繼續在肚子地方其他地方生長的話 這個叫做腹膜的過種式轉移 如果單純的切除肝癌而不處理這一方面 那麼以後就會造成整個腹腔類的I細胞繼續生長 所以呢利用腹膜玻璃再加上腹腔內的溫熱化學治療 除了把肝癌切除以外 也可以把殘餘的這些I細胞整得處理乾淨 可以大大的提高病人的衝突機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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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